大家好,最新一个新闻呢,中国2020年高考延期一个月 那么考试时间定为7月7号至7月8号 教育部3月23日发布的关于2020年全国高考时间安排的公告 2020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简称高考延期一个月 考试时间为7月7号至8号 考试科目具体时间安排为7月7号语文9点至11点半 数学15点至17点 7月8号文科综合理科综合9点至11点半 外语15点到17点 那么公告称呢,湖北省北京市可根据疫情防控情况 研究提出本地区高考时间安排的意见 商教育部同意后向社会发布 那么就是说已经确定了中国的这个高考延期 延期一个月 7月7号 然后北京和湖北的呢 现在暂不公布 那么 其实我就按我说的 可能比7月7号或7月8号还要往后延 根据具体情况 为啥我是要说这个新闻呢 并不是说我要高考或者我家里要高考 也不是说你们啊要知道这个新闻 就是我从这条新闻上我解读到 中国的疫情情况 那么现在看啊 现在国家啊 现在国家各部委 包括中南山 包括中国的这个真正管医医疗口的这些 所有的单位汇总的所有啊情况 最后都会以什么 以最终的这个政策形式发布向社会 那么之前说的中国疫情到底怎么样 中国的情况到底好还是不好 各有各的说法啊 那真是物理看花 但是你看啊 教育口的人 他会问 医疗口的人 哎呀我们这个高考你们到底有没有信心呢 到底能不能把这个疫情控制住啊 到底行还是不行呢 那这样的这个教育口的问这医疗口 医疗口 汇报给国家 国家把所有情况汇总以后 万全之策 告诉了教育口 那你们高考推迟一个月 那这就是中国现在对疫情的判断 那么现在推迟一个月啊 就已经告诉你了啊 中国疫情的情况了 那么 7月7号 现在是4月份吧 31号马上4月份 4月份到7月 3个月 那就是说中国政府啊 向后又延了一个月 那到7月7号 那就说3个月时间之内 中国可以有人群聚集性活动 3个月以后可以有了 高考你想那几十万的高考 不应该戴口罩啊 你想我肯定是不戴口罩的 那上考试啊 哪有考试戴口罩呢 不戴口罩 那就说明在同一个啊 密闭封空间内 到7月7号 现在国家全部的医疗专家 包括啊 全部智囊啊 所有情况 包括汇总了G20外国专家的意见 到7月份 中国基本上啊 可以进行密闭空间的 不戴口罩的 大量的人员往来活动 这就是一个推断 你看我给你解读出来了吧 所以你看很多人 瞎给你解读没用 看这个政策 密闭空间 不戴口罩 大量人是不是聚在一起 没有传播危险了 什么时候 7月7号 那么我觉得按照共产党 这个非常小心谨慎呢 它可能在7月或者6月 6月份 社会上就已经可以了 但是呢 现在说是7月 可能就有一个余量 但是啊 里边也有个特殊情况 就是北京和湖北 湖北省和北京市 根据具体情况 那就说肯定要晚于 7月7号或7月8号 晚于这个时间 那么就说 湖北和北京啊 重点防御 还会往后延 那么自己呢 有一些 这个这个 做生意也好 有一些出行也好 你自己得 掂量掂量 自己得算进算进了 现在来看 好像到夏天7月份 7月初 基本上中国就已经可以 看这个意思 可以正常活动了 那这是好消息 这三个月啊 这三个月 或者是这两个月 关键期 如果这两个月又熬过去了 没有任何问题 中国没有爆发 大规模复发 那就可以不戴口罩了 像这个高考不就是吗 几百万呢 几百万的学生在一起考试 不戴口罩 那就是什么呀 那就是没有疫情了嘛 所以现在我判断 从这个高考的这个延期 你就可以看出人 现在预判 7月份 就是夏天的时候 疫情就会过去 至少是中国的疫情就会过去 美国呢 三个月 我觉得 还得往后延 美国 因为美国还没有达到高峰 所以你看我从一个高考的 一个新闻解读 我就可以大到这推断出 现在所有那些专家 脑子里 想这个中国的疫情 什么时候结束 中国还有一个余量嘛 中国共产党办事 都是拉出点余量 所以延了一个月 那就是他们判断 高考还会举行 为啥 就是高考人群聚集 应该不会有大规模传染 那高考还要进行 还要进行高考呢 提出点余量 一个月 往后延一个月 那就是说 在6月份到7月份 这个中间 中国社会 再有两个月吧 如果没有大规模 再继续 再这种大规模爆发的话 中国人就可以 跟以前一样正常生活 这是我的判断 这个吞断也是所有专家 包括汇总了G20 所有国外专家 还有国外的情况 汇总出来的结果 海外的呢 我这个解读 也基本上 也把海外解读了 那么你们国外的 按照中国这个 再往后延连两个月 你可以算出海外 什么时候能恢复正常 如果中国是7月份 6、7月份 那海外就是8、9月份 到8、9月份 美国 什么其他国家 澳大利亚啊什么 就可以恢复正常了 那就是到秋天了 所以就是个大概情况 那你们自己 在海外的生活 够不够这个半年的 储存量 食物啊 什么其他的 你自己得想清楚 这个新闻 我给大家解读到这 祝大家健康